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禅话苑 虚缘唐善书 生天并不难 主祝先佛为济公活佛 济公活佛将 诗曰 远山简影进天边 思旅流云绕领巅 闭目宁神思过往 坚持守戒永无偏 圣事 无今日降驻 生天并不难 第十七章 持戒生天 西时 有一位秉性耿直 家资富裕的长者 名字叫做福舍 他生有两位女儿 其中 大女儿生性善良 法缘身后 他养体佛陀义犯 欲目道修行 最终也获得父母同意 出家精进修行 并且证得果位 二女儿则欲重性贪 对修行之事嗤之以鼻 甚至诽谤不信 身为父亲的福舍 为了引导二女儿走向善道 于是对他说 你如果愿意皈依佛陀 我就赠你千枚金钱 如果又归依法 归依僧 受持五戒的话 每一项我在家赠千枚金钱 合计八千枚金钱 二女儿一听 只要受持了三规及五戒 就可以获得八千枚金钱 于是喜不自胜 即如玄种地受持三规五戒 受持一段时间之后 他因日渐悦染而了解一些佛法 并且在心中获得法喜 不久 他身坏命中 转生至欲 借天为天女 天女回想起自己是因为在人间时 受三规一 五戒 今日才得以升天享福 于是 心怀感恩地降临佛陀住处近夜 佛陀也为他说法 天女因而正得出国 目睹的彼丘问佛陀说 这位天女是以何夜行 而得以转生天界呢 佛陀回答说 这位天女生于人间时 贪图父亲的金钱 因而归依佛法僧 同时受持五戒 不再诽谤三宝 由于这样的姻缘 如今得以转生欲借天 并听闻我说法 正得解脱到的出国 辐射的二女儿 虽然在重金利诱下 归依三宝受持五戒 但也因此天翻地覆地 改变了他往后的命运 如果他当时不受持三规五戒 诽谤三宝的重罪 就足以让他于未来 堕入三恶道中受苦 一般人都知道 持戒益处甚多 但又迟迟不肯受戒 不外乎是受到下列因素影响 一误解受戒是束缚 受戒后 有防非止恶之功 让人能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雕塑你迈向善道的人格 所以受戒不是束缚 反而是自我保护机制 而且当你持戒习惯后 就可以体会 孔子从心所欲不予举的真实心境 二不知如何受戒 许多寺庙都有举办受戒仪轨 只要安排好时间都可以参加 第一次有比丘受戒后 若有破戒行为发生 可再请比丘受戒 或是自己在佛像前诵读三规五戒 完成自受戒 三 因为怕破戒 所以不敢持戒 在地球接近八十亿的人口中 有受戒者乃是凤毛麟角 及其稀有之事 所以不需妄自菲薄 不敢受戒 如果破戒了就重新再受戒即可 能持戒一天就有一天的功德 多持戒一天就有多一天的功德 有持戒的人 连天神都会敬重你 四 因为家庭 工作或环境因素 不敢持戒 再加五戒可以全部受持 也可以依自己的能力范围 只持受四条戒或三条戒 二条戒 一条戒 是知人切莫小看持戒 因为它在雕塑着你的志向 你的动机 你人生的价值 有无持戒 影响一个人的心境甚矩 纵使你只有持受一条戒 这一条戒就已经关闭掉了许多的地狱之门 让你的方向感不会迷失 持戒是与玉戒天相应的 所以 玉升天者 就不要拿出琳琅满目的借口 拒五戒于千里之外 否则 拒塞五戒 也就拒塞了其中一条升天之路 不论是不失 持戒或各种善业 有能力做就做 没能力做就随喜赞叹 则未来必能转生福地或相应的天界 升天不是究竟 但是可以升天继续修行 有更好的环境给予修行 但心态要正确 希望大家可以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以及超把祖先与有缘魂道灵修院 未来皆可成为先佛 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无极正道鸡 无极正道公司 ological教育院 未来所进的 和浩天子寿灵修院 南無敵者 敵者 南無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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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皆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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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於天使緊急 硬敢僅行善度重 以氣天心 南天虛元堂之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才不失護持 妙堂之永續 多住印善書 光臨虛元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關資訊可至南天虛元堂網站詳悅 隨時公布新的影片呦